在鶴拳裡面的一個金瓶手的彈靜 它有一個什麼好處呢 我們在近身的時候是很難出拳的 這麼近的出拳的時候 它力量是不足夠的 但是我們在鶴拳講鬆彈之境 彈靜 身體有一個搖擺 一個位移的情況 在非常短的距離裡面 它可以發出一個大力量 所以說如果我們在練八步練的時候 輕輕的進一小步的時候 它力量是 它把它練出來重工 而不是說你現在練出來打 很多人在打 打不動 打不痛 這種就要吃掉中國功夫的意義 這就是我們的金瓶手 再來呢 鵬 鑽拳 在鶴拳裡面的鑽拳也是很厲害的 它用短短的距離 這個長距離 出距當然很厲害 這麼短的距離不好發力 鑽拳的時候 還是用我們腰掛 浮沉的勁道 所以鑽進去 鑽進去 這個也是可以產生一個很大的力量 再來就是我們的一個 所謂的抖勁 在抖勁裡面 這個身體抖 那抖可以用手肘 也可以用我的前臂抖勁下去 那我們在一個很近身 在一個樓梯 或者是一個電梯一個小小範圍之內 我們就可以輕輕地去抖擦一下 抖擦一下 那它這個 下去 它就是我們大家的力量 這都是要練習的 絕萬不要用 所謂的手 或者是腰胯 這樣子的力量是不夠的 不夠的 甚至就這樣弄 這樣力量都是很不夠的 一定要把身體 借地的力量 吞吐浮沉的勁道 跟抖勁把它拔出來 那還有一個比較傳統的勁道就是 所謂的 三站 我們往前面這個撐的 這個地方也是一個 情況 你看 很像它磨磨 那個抖勁 身體 出去 從肩膀 後背 出去 所以我們在一架看人家手的時候 進去 這個攻擊 咖啡 過去 所以我們在進身的時候 下去 過去 所以它的力量就是 下去 咚 咚 那這麼短的力量 不要用手打 手打沒有力 再來看看 手打沒有力 手打沒有力 身體 旋轉重 OK